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旅美琵琶演奏家明晓芬女士 欢迎您 您好 欢迎欢迎 因为您来美国已经26年的时间了 不过到了美国是先到了旧金山生活了四年 后来就到了纽约 是的 21年生活在纽约是老纽约人了 您也是国际上公认的用琵琶来演奏现代音乐 以及爵士乐的中国音乐人 您一来到美国就开始传播传统乐器 到现在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呀 最深的感触是蛮艰难的 不容易 不容易 对 尤其是明月 别人会不把这个明月和爵士音乐放在一起 因为明月大家想到 明月就是传统的弹文曲或者舞曲 因为这么多作品 就是琵琶的这个我们讲是很多大量的作品 对 都是从传统传承下来的 那么去尝试走这样 就是爵士的这条道路确实挺艰辛的 是这样 琵琶和爵士是完全不搭尬的 我们说两种风格吧 琵琶曲 那您当年是怎么想到的呢 其实是 可能是命运吧 就是确实有人推过我 就是在后面推我走这条路的 我的这条道路就是挺有意思 我愿意跟你们分享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 我刚来纽约的时候 我在有一个叫Needing Factory 是一个爵士俱乐部 在那做了一个小型的读作会 然后 但是那个时候谈的就是中国传统的 传统和一些现代派的作品 我有包括谭顿的作品 也有陈一的作品 然后我是 反正八番五易全部上了 就是又唱又谈的这样 然后就是有一个爵士大师 他现在是 他是纽约非常著名的一个 就是爵士大师 他叫John Zorn 他看了我那场演出 然后他就问我 那个时候是我刚到纽约 1996年 刚到纽约的时候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你愿意不愿意走一走 这样的路 就是说你看 我这有一个吉他大师 他叫Derek Bailey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说你听听他的这个吉他 然后我想你们两个 也许可以在一起合作 我给你们录一张唱片怎么样 我当时就想 我们都是传统过来的 特别正规就说有曲子吗 有谱子吗 然后是什么样一种就是这个风格 风格就很多问题 他说你听听他的东西 我们没有谱子 记性就这么来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想 我怎么办呢 我就硬着头皮说 好 那我试试看吧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 好像感觉说 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音乐 然后我就拿回去听了他的唱片 然后他的那个吉他弹出来的 没有旋律 全是就是噪音 以当时的这种审美来听 就是噪音 全是噪音 他是 他是就是 他自己发明了很多这些 奇奇怪怪的声音 那个是 真的我当时听了以后 这个吉他还有这么弹法 然后 然后我就想 后来我就想 我当时有点 也有点犹豫 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演出 但是我后来想想 如果我不走这条路的话 也许 我这条路就 就是我的皮肤走不通 就是你到纽约来 你就应该要改变自己 你不可以再 而且这是一个机会 和主流合作 对 然后我就想 好了 我反正琵琶 我有70多种执法 这个我琵琶 也有十面埋伏 这样的一个底子在那儿 这个是 我选什么我都来 我管他呢 我就跟着他拼 然后咱们就 就直接就进了 录音棚了 录音棚就录 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 我们也没有见过面 然后就直接就进去录 但是我后来听 我自己知道 我还是有点 就是很紧张 因为毕竟这不是我的 这个专场 专场 之前没尝试过 对 我是一般眼看着 谱子来的一个音乐乐手 我这样的东西 我是没有接触过的 那么你知道在 最大的对我的一个影响 就是他的音乐 他能够在断弦的情况下 一般人是怎么做 如果在记性 就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断弦是怎么样 您觉得 您想一下 我觉得那应该 换上弦再来吧 对 我也是这么想 可是他没有 他打的那根弦 就在品上面来回地刮 哇 然后这个 这个声音出来 简直是太奇妙了 就是我 我再也没有想到 他会 这个所以就讲到 他这个大师就是这样 他任何那种场合下 他都可以 用任何的声音 来表达 挥洒自如 非常地自如 我那个印象就是 特别特别深 后来从此以后 就是 江中尔他就带着我 在就是我们讲 一个是Uptown 一个是Downtown 那么Uptown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 林肯中心 那么Downtown就是 所有的一些 小的酒吧 然后Club 然后就是跟这些 爵士音乐手 现代拍 各种拍别的 爵士音乐手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玩 然后就是 我的其实就是 一步步都是这么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经历 然后把我带出来了 所以大家说 在纽约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然后这个纽约 确实是一个 就是你随便怎么玩 就是你到最后 就是玩音乐 就是那个 随性 随性 所以就是个人的这种 就是变成了 就是个人的发挥 更多一点 我原来我自己认为 我是一个乐将 就是说我跟着别人跑 就是在国内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传统的 您在国内就已经是 这个非常优秀的 这个琵琶演奏员了 对 我在南京 南京 民乐团有待过 成为一个独奏家 成了有十年 所以我弹的那些 传统的东西 可以倒背如流 但是到了纽约来 突然还有这样子一种 玩法 心形的玩法 我在这个国内 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纽约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 就是一个大舞台 随便你去展现 自己的才能 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 很有收获这样子 而且这二十多年 您是就是跟这些 大师级的 这个爵士乐手们合作 各种音乐节 各种各样的舞台 包括和交响乐团合作 这些都是您在主流 传播这个中国明月的经历 那通过这个经历 您刚刚也说 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看到 您没有放弃 不但没有放弃 而且现在越做越好 您的这个新专辑 毛 孟克与我 跟我们说说 这一本专辑的这个创作 包括其实我对这个名字 很好奇 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 这是讲的毛主席 对 那这三个 这两个人与您 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也是很有 很有这个一个 跟Monk 我们叫他Monk好了 就是你看Monk他 他的全名叫 Flonis Monk 那么正好跟我们的身 就是佛教的那个身的 那个字是一样的发音 对不对 然后我到纽约来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特别难堪的一件事情 我永远忘不掉 就是有的音乐家就问我说 Have you ever played Monk's music? 就是说你有没有演奏过 演奏过他的 Monk's music?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 我说 你是不是 You know You mean Chinese Buddha Monk 就是 你是不是 那个佛 是不是你的意思 是不是我谈佛教音乐 有没有谈过佛教音乐 您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 对 这个人非常的 就是不了解 然后他 大家就 打消 我觉得非常 然后他就 跟我解释了 他是 他是这个 美国音乐史上 最伟大的一个作曲家 然后他的 你听他 他也同时是个钢琴家 你听他的那些作品 就是和他的演奏 是有很多那种 不协和的 和声在里面 然后他的那个 钢琴演奏呢 也是 就是特别 他打破了传统 尤其是 他是特别出名的 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 那个时候下一个 就像一个 Drop the bomb 就是一个大的 就是大家就是 还有这样弹法的一个人 因为他的弹琴 是有触角的 特别有震撼力 你要听他的作品 弹的时候 他弹钢琴的时候 跟人家完全不一样 那么自从那次 我这么一个 难堪的场面以后 我就开始 研究了 研究他 我觉得我跟他的作品 是有缘分的 然后过到2004年的时候 这个林肯中心 突然就有邀请我 参加这个 Monk的作品演奏 然后我就 我就准备了 准备就练他的作品 但是实际上 就是我想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个时候 也只是一个 把他的作品给 给就是说 copy下来 我没有找到他的灵魂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现在回顾起来 就是 但是那一次 对我的就是 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我要去谈他的作品 就是一个人solo 而且是在林肯中心 对 林肯中心 压力也是非常大 但是我是完成了 这场演出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回顾起来 我觉得 我还是不够完美 那么这张唱片以后 通过我 你看2004年 现在多少年了 13年了 十几年了 但是我在这13年当中 我又开始慢慢地 就是说不停地去探索 就是去 去研究他的作品以外 然后我就想 那么对我自己 现在一个 该是一个小节的时候了 那我就 今年 我就决定出一张唱片 因为我身在 这个文革的期间 我是一个小女孩 当时 我有听到很多 关于革命歌曲啊 包括 样板戏啊 样板戏 革命现代样板戏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电台 你听了 就开了电台 也就是 都是这些 都是现代样板戏 还有一些 这个革命歌曲 包括 我们的这个 就是一些 Folk songs 它是 重新填词 那么我听了 那么多东西 下来以后 我是很喜欢音乐 但是我就听了以后 就把这些全部就是 全部记在脑子里 你知道我现在 去唱革命样板戏 我马上就能唱 伤腿就来 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把我 这个小时候的经历 和现在在纽约 学到的一些 学特的音乐经历 对 学到的这样的东西 就结合起来 当然是用我自己的 诠释 自己的interpretation 去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音乐的 这个尝试 这样子 好 更多关于这个 专辑的话题 我们留到下面再说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明女士 刚刚您有跟我们介绍 这个专辑名字 以及她的寓意 那她的曲风 是什么样的呢 创作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创作过程就是 我是会用一些 就是Monk的作品 用我的 对她这个作品的诠释 来 演绎 进行创作 对 包括 你看 我觉得 其实 讲起来 你说中国 其实我们名乐当中 我们的传统音乐当中 我们老祖宗 还是给了我们很多 财富 对吧 然后就看我们 怎么去挖掘了 你说咱们中国音乐 当中没有寄信吗 有 江南思主里边 我们说江南思主 虽然我们的寄信 不是像就是西方音乐这样 就是说在一个和弦里 和声里头 然后你可以出去 也可以进来 然后用自己的这种 对这个乐趣的理解 然后做一些 自己的一种 interpretation 但是我们的 其实江南思主里边 也有寄信 我们的寄信是什么呢 是用这个 就是音来做 alimentation 就是做装饰音 其实你听到 很多就是那些民间艺人 那个时候哪里有谱子呢 不都是 就是一代代传下去 然后用耳朵来听 听下来以后 记在心里 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 这个 对这个曲子的理解 然后最后谈谈谈 就谈得大家都有点不一样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讲起来就是 我会用这个 他的几段一些 甚至三个音 我不会去全部 就是把他的从头到尾 把他就是连 就谈他的从头到尾的作品 但是我会用我自己 对这个曲子的理解 包括您原来的 中国音乐的 对 对 来重新进行创作和演绎 那您能跟我们示范一下 好 我来示范一下 那个我刚才说的 这个 我用江南思族的这种 好 这种用张诗音来怎么弹 我先弹一下 比如像他的这个旋律是 对吧 然后好 我用江南思族的这个方法 来演他的这个旋律 你看 哇 我觉得这一版更好听 是 因为你看 他把琵琶的那种 柔弦 对 推弦 全部用上了 我就是用这些 就是说这种传统的手法 来和他的 和他的乐器 结合在一起 这样 哇 所以 我刚刚听到 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传统乐器 怎么说呢 很多人觉得 它可能是有点旧 或者是说不够新 但其实听您弹完之后呢 我们会觉得 其实传统乐器 它的音域 它的声音是非常美的 只要我们把它加以应用 然后呢 做一些创新 它和我们当代的 这个现代的音乐与会 是完全符合的 对 它而且可以融入到 大的爵士乐队里头 也可以融入到 就是各种各样的领域 我是 古为金用 对 这个 中为西用 是的 也让我们是 西为中用 是的 中为西用 是的 是的 那您先把这个琴放一下 因为稍后 我还要这个 请您再为我们表演一段 但现在我想先聊聊您的这个经历 那您在美国推广这个琵琶那么长时间 而且又是跟主流合作 谈的又是西方的音乐 整个这个过程 让这个西方人对于我们中国的这项乐器 对于中国的民乐 或者说中国的文化 是否有了一个更近的了解 说说您在表演当中 或者在您与国外的这个观众也好 乐队也好 大师也好 与他们的这个交流当中 他们所给您的反馈 他们都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也会觉得 这个声音 这个琵琶的声音 特别的独特 特别独特 因为它 琵琶它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乐器 它就是 对 包括你要是大乐队 我们跟交响乐团合作的话 还就是压不住 因为它那个声音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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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在 就是在 就是完全就是 好像就是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所以 其实 我觉得西方主流社会 现在慢慢地也开始 尤其是这几年的这个文化交流 越来越频繁以后 就是他们也是要寻找一种 非常 就是他们没有听到过的声音 大家都要讲创新 对 谁都不想沿着前人的路走 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讲这种叫做 cross border border 就是说做这种跨界的音乐 其实纽约是非常就是对 大实验场 对一个大实验场 就是你在这可以尽情地发挥这样 那作为您来说 因为您出生于音乐世家 您的父亲也好 姐姐也好 都是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 琵琶演奏大家 那在现在您在美国推广琵琶 而且现在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您觉得对于琵琶的传承和海外传播来说 您是否对这个现在的结果满意 对您自己的这二十多年的付出满意 怎么说呢 也满意也不满意 因为在纽约这个大环境下 你没有办法停止 就你只有往前走 虽然就是说 我觉得我不后悔在纽约 如果当时您没有出国 没有 我要是不出国的话 我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说 我有一天会做自己 这个我觉得是我最大的收获 做自己 因为我现在做的音乐是 完全是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可是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那个大环境下 就是说没法就是说 自由 跳跃也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当然就是在纽约 有很多刚才讲的有困难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 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 这个也是大环境所 就是这个是大环境的趋势 就是我们要自己创作 当然我不是像那些 像谭顿那样那样一种创作 我们是为自己而写东西 我自己要组建乐队 我还要就是组建了玩乐队以后 我还要去找场地 找完场地以后 还要去找观众 什么都是靠自己 靠自己 以前是我在团里都是 大家谁帮你化妆 什么都是什么衣服给你弄得好好的 现在好了 全是从头到尾要靠自己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经历 因为我可以做自己 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家里人对您这二十多年的 这种付出和努力 是怎么样的一个评价 父亲和姐姐 她们之前都跟您说了什么 我父亲 她是一个传统的琵琶大师 也是她是在南京师范大学 是教授 敏基谦 我姐姐大家是知道的 敏惠芬 二胡大师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对我的东西 又喜欢又不喜欢 因为就觉得太 有点太怪了 就是说 怎么会就是 这个 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 就是当然了 他们是支持的 他们有时候就是像我 尤其是我父亲 他经常拿到我的唱片去听 就是说他也反反复复听 他就觉得 你还是很有创新的 他也说过这句话 包括我姐姐也说 你是很有创新的 但是就是说 当然在那个大环境下 就是说我这样的作品 我这样的一个演奏风格 对他们来说太超前了 有点 有点 我也是得到 其实也得到他们的支持 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 您是不是还应该为我们 再演奏一曲 因为您这本专辑 其实除了这个琵琶演奏之外 还有唱的 对 是 我是因为讲到唱歌 我这个人有一点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喜欢走常规路 我在国内就有点这样 我去一会儿唱唱歌 一会儿 包括这张这个封面 是我自己 自己画的 都是我 我也学了五年的画 然后就是 当中就是 因为这个文革期间 还有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琵琶呢就是有一点 不太会 就是说被重用 不太被关系 就是大家就是去唱流行 那时候刚哈哈一下改革开放 对啊 然后我也去唱了一段 学生的歌 我觉得其实学这些东西 对我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我到了纽约这块地方 我就可以进行发挥 发挥出来了 来 现在我们花挥一下 好 你比如这段 就是说我是 也是根据这张唱片来的 里边的一个作品叫 我的梦梦 然后我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就是 有一点那个金句的这些 这些我们讲 原素在里面 原素在里面 就是我不是那种原 copy的什么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是有原素在里面 你听一下 好 我得嘟嘟 我得嘟嘟嘟 去嘟 再嘟 你得嘟嘟嘟嘟 去嘟嘟嘟 去嘟嘟嘟 去嘟 去嘟嘟 啊 差 就是 差 di 差 差 哇